你去国外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今晚不用煮饭了 我煮豆腾给你吃 看下我都新鲜出来了吧 我有个好要求跟你说 什么事你说 我已经工作了 你不是一直有工作吗 不是说非评吗 不是你的工作吗 不是以前一个同事 介绍一个工作做的 什么事啊 做什么的 就公司外拍一些项目 我们去做 我具体是做什么的 多少钱一个月啊 一万多 一万多啊 那么太好了 那有没有假期啊 有假期啊 每周休息几天 那么更好了 你看肯定行 我去叫你同意 我今天护照都搬好了 什么护照啊 这公司外出国啊 有时候还要出国吗 一直在国外的 那肯定是骗子哦 怎么可能会这么好事呢 我同事跟我一起去啊 你同事也是被人骗的 你是谁给你们告诉我消息啊 我同事他们朋友介绍的 你还是你同事朋友介绍你们去的 你更不清楚了 你别去哦 肯定是骗子 你去国外被骗了 回都会不来 那么好的朋友 怎么可能骗人呢 不要是那么好的朋友 谁都说不准 那得去做吧 你就过来办一个生意 哦什么都说得清楚 就说你去做 就正规大公司啊 怎么给他骗人呢 又不是我一个人去 没有三四个人呢 三四个人 你不然都那国外球 就回不来了 你知道吗 不是缅甸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我知道啊 你讲我也知道 不是缅甸 那三宝家儿子这是例子吧 去泰国回来了吗 有人去做去工作 那还是少数好吧 那很多年前呢 总会有的 你不要那么轻信呢 你在家里门口做的事不好吗 家里门口哪有这么高的工资啊 都是以高工资为幼儿 你知道吗 你看你具体的说不出来 这个名单做什么你都不知道 就说老公派遣干什么东西 不是吃了做什么 你必知道了 这么好的事 他是跟我熟才跟我说的 不然很多人都想去的 跟你讲 你就算打算你去一年 去一年能知道多少钱呢 还吃喝花销呢 吃回家那边都是包的 一年大概十九万嘛 你应该在国内好好干嘛 干个几万里面干到 去那么远干嘛呢 你等你都说了 厌厌成长的时候你不在 你不能凑够迷的成长 你现在又要走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考虑吗 门口干点活 对吧 你帮我安心 少着那钱没事 少着那钱我们就耍花 对吧 主要我已经答应了你了 护照已经申请了 真的不是个事 去了真回不来啊 你好好想想的